今天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怎樣去製作一個 營養滿分的飼料 那我這邊手上拿的是一個信源的發育寶 他是說呢 我們家的毛小寶在叫 他說這可以增加毛色光澤 增強免疫力 OK好那這個 你可以先去買那個蝦皮有在賣 你可以買試用包大概五十幾塊 那我本身已經用了半年多了 那小寶都非常的健康 那你可以選擇你自己喜歡的一個營養補給你的小寶吃喔 那我們現在講說我們怎麼去製作這個營養滿分的飼料呢 好那等一下喔 好那我們一般都會去買那個和美劍來吃 給鳥寶吃嘛沒有問題 好那現在呢我們就要將 剛剛那個發育寶吧 我們要放到這個小盒子裡面 然後呢 基本上大概 看你要加的量大概都加八分滿 因為呢我有一個小盒子 是準備來裝 這個 拌好的那個營養品 好我們先打開 打開之後呢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話 我會建議你就是說 先用一匙就好了 讓你的鳥寶適應 那我通常都用兩匙 那兩匙的話呢 我就會建議用這個量 約量也是兩匙的水 OK 好那兩匙的水呢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就是大概這個量 那到時候記住喔不能夠太多 因為如果太多的話 你要乾燥就比較麻煩 好大概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如果水不夠多的話 我們可以再想辦法 好你看 那我們這樣把它弄拌勻之後呢 我們再去拌入飼料 然後再攪一攪 好已經差不多了 這個味道其實真的滿香的 難怪鳥寶都會喜歡 好差不多了 差不多之後呢 我們將這個和美鍵 看你買的是幾號的 那沒關係 其實都差不多啦 好那我們就倒進去 好 好搭進去之後把它拌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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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個水的水分的量 就你自己覺得吧 反正就不能讓它太濕就對了 太濕的話乾燥就比較麻煩 盡量把它拌勻 讓每一顆飼料呢 都有沾上 胖美寶的 呃... 維他命 哈哈 OK 好那大概就這樣子 那我們弄勻之後呢 你去拿一個小盤子或小碟子 之類的 我們就把它放到上面來 那把它鋪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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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鋪平之後你可以讓它自然硬乾 那通常我不是讓它自然硬乾 我會擺到我的秘密武器 就是上面會加一個小風扇 然後讓它大概吹個四小時 那比如說你早上啊 做完之後呢 你可以中午再去把它翻面 有沒有講說翻面呢 就是說再去這個平板再拌一下 那通常一天它就會乾燥的 如果你不急著讓它用的話 我會建議就是放一整天 然後確定都很乾燥之後 你再放到你的保鮮盒 好大概就這樣子 好我們要換場所了 好那這就是另外一個場所 我通常呢會將那個已經弄好的飼料呢 就是加上維他命的飼料 然後呢我會放到 上面我會加一個小風扇 那通常吹個半天之後 大概四個小時之後 那我會在這邊再做一個翻炒的動作 OK 就是讓它翻炒的動作 然後呢大概基本上一天它就可以完全乾燥 好完全乾燥之後呢我們去那個家裡面 你可以去準備這個 最小的那個保鮮盒 那保鮮盒裡面你要記得要放乾燥劑 你可以吃比如吃銅鑼燒啊 或之類等的乾燥劑 吃完之後你把它放到裡面 那到時候呢我們就有一整個禮拜 可以補充給你的鳥寶吃喔 就每次你就放一點 在你的飼料盒的最底部 先讓它適應 如果想鳥寶適應之後呢 就可以單獨的放到一個小小盒子 讓鳥寶去吃 那希望大家的鳥寶都平安健健康長大喔 補充維他命是一定要的 因為有些鳥寶比較挑食 OK 好那今天的分享到這裡喔 最後謝謝您的觀看 如果這視頻對您有任何幫助的話 還請幫忙訂閱點讚跟分享喔